咱们养羊绕不开的两个话题 卫生和高温 卫生和高温这两个如果说控制不了的话 夏天养的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的 大家好,我是小夕 天气越来越热了 我们这边已经达到37度了 白天热的时候都不敢出门 咱们人感觉的热 羊比咱们感觉更热的 咱们可以穿个短袖是吧 羊身上配的皮了一件 纯天然的羊毛大衣 今天就从高温和卫生这两个方面 给大家说一下 夏天咱们养羊需要注意的思想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咱们先从高温来说 天气热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天气咱们决定不了 但是咱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 给羊进行降温 天气热的话 比如说明羊 咱们可以给它剪羊毛 有活动场地的话 可以把羊赶到活动场地里面 第二个给羊降温的方法就是 让羊多喝水 夏天来的话羊出汗也多 我建议大家就是那个水的话 24小时不要给它断 另外有条件的话 可以在饮水里面加那个清凉一下之类的产品 可以给羊接入降温 清凉一下我的主页橱状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这两点是从降温方面来说的 接下来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卫生的问题 因为天气一热的话 各种心情就自生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一旦进入夏季 羊卷里面会出现苍蝇 蚊子以及那种小飞虫 这三种可以分别进行应对的 苍蝇咱们可以用苍蝇药 蚊子的话可以咱们点蚊香 小飞虫大部分是由于羊卷里面比较潮湿引起的 咱们只需要给羊卷进行通风 保着羊卷干燥小飞虫就很少了 第二个卫生问题就是水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一点 夏天的羊水槽 如果说你长时间不换水 或者说长时间不刷的话 水槽在里面会出现那种绿色的那种苍蝇 里面会出现一些细菌的 羊长时间喝这种带有细菌的水的话 会出现肠盐腹泻之类的 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母羊流产的 水槽的卫生问题 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 好 以上就是咱们夏季养 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总体来说就是给羊提供一个凉爽的夏季 保持干燥卫生 停消毒 这样的话羊才不会出现问题 因为天气北深就很热 羊的采生量也会下降 采生量下降会导致羊的标情下降 羊的标情一旦下降的话 就抵抗力也弱了 这时候极容易出现问题的 所以说在羊比较脆弱的这个时期 最好是做好预防 好 羊五小时 时间离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作品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